人生是一个很长的旅程 但是无论路途有多遥远 Willow Dell Subaru都会陪着你 10月3日 释迦堡约克区华商会 于Weston Prince酒店 举行了28周年庆祝会 并举行了会长交接仪式 此次商会选出苏光宇为新任会长 接任前任会长李建辉 苏光宇的任期为两年 首先我是新一届代表 我们斯卡保约克区华商会 我是新任会长姓苏的苏光宇 我们今晚很高兴举办 我们第28周年的董事就职典礼 并且兼我们有五位结出会员的颁奖礼 业委会员对社区和他们在行业都有很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特别加许 我们斯卡保约克区华商会的宗志 希望可以帮本地的华人社区 推荐他们的行业 另外我们今年有一个意向 就是可以除了跟本地社区之外 还希望跟他们进入中国或者香港的大陆市场 可以找一些商机 因为刚好今年是我们加拿大和中国的40周年的建交 再加上我们在这里过了今晚这个宴会之后 我们希望在明年夏天会举办一个 好像类似在香港曾经举办的港式的公展会 到时如果有再详细的时刻 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主要今晚我们差不多有300多人的嘉宾 那是有三级的三级的国家 还有就是有市长 还有有些警察 因为我们和警察方面都有 六级方面都是会有一个我们定期性的联系 所以会和一些各界的商界 名人和本地社区的所有不同行业的 我们的会动董事都是最最一堂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据介绍 释迦堡约克区华商会的历史 可追溯到1982年 当新移民来到释迦堡和北约克 1982年9月注册为 释迦堡中国公司业务协会 到1992年3月改变了名称为 释迦堡约克地区华人商会沿用至今 释迦堡约克区华商会 在我们社区实在做了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社区里面很多新的移民 想做生意 但是很多不熟悉的东西 这样很多新的做生意人 可以和旧一些的 可以拿到很多很多资料 好像一个组织主席 可以对自己做生意很大帮助 我很幸运 这次来拿这个奖 我都是全靠他们 给我们很多帮手 我很多谢社区 这二十几年对我们豪华冷暖气的支持 我希望继续为社区服务 多谢 会上前任会长李建辉发表了讲话 并为新会长赠送就任的纪念品 苏光宇也发表了 就职感言 感谢在场嘉宾对他的支持 这次出席晚宴的嘉宾 包括三级政府议员 安省旅游及文化厅长陈国志 释迦堡市市长 万锦市市长等 都上台发表了贺词 此次大会一并选出 新一届董事会成员 有黎建辉 郑厚基 王渝精英 叶增助辖 吕奕辉 刘彼得 顾润挺 姚金泉 许家豪 司徒秉熙 刘海港 张绍仪 我是Pieter Liu 我是今天的 Ball Chair of the E-Main 我们代表这个 Scarbur and York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今天很荣幸 我们很多人都支持 我们在这里 这个晚宴是 越来越来越来 是Charity 还有是一个 很多的 Business Association 加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非常荣幸 找到一个表演家 叫Tom Jones 他们会赶我表演的一届 到时我们要安排 跳舞 唱歌 抽奖 都是一个晚会 都是一个很快乐的节目 谢谢 鞋韵 鞋韩 哥哥 在一起的 。 怎么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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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 下次再见 大多故事 是由乌鲁叶Suparu特约赞助播出